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街道上也到处都是防空洞 为的就是预防战争开打时 居民有地方可以躲藏 不受战争的波及 防空洞通常都在地底下或是家中的地下室 里面可以储藏一些食物 有水有电 当战争发生时 躲在防空洞可以确保 就算不出来也可以生活一段时间 当战争来袭 国家就会发出警报声跟广播 大家一听到就知道要怎么做才不会危险 这段经文说 唯有听从神的必安然居住 就好像居民听从广播 躲进防空洞 可以确保安全 生命不受危害 我们虽然无法预测何时有灾祸 但我们只要听从天父的命令 他就像警报广播一样 当灾祸要发生时 我们要听从他 他就会保守我们平安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真言一章三节 唯有听从我的 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静 不怕灾祸 真言一章三节 唯有听从我的 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静 不怕灾祸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成为我的防空洞 我要躲在你的里面 让你的保护遮盖我 你的平安也藏在我心中 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